來 那我們首先就來看一下 暖暖包含一下 那第一個呢 因為我們其實今天主要是要做影片嘛 所以你第一個要先知道的 各位在用這個YouTube的時候 應該說在看的時候 你一定都會發現 你知道一個東西就是在這裡 這個代表的是什麼 影片的品質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數字比較大 品質是不是就比較好 所以當然不可能考你這種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說 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到底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你覺得老師會在這裡考題目 一定另有引擎 有沒有 這是單選第一 所以你選好之後 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會有個提交結果 我現在這個已經過關了嘛 所以我用另外一個賬號給你們看一下 好 進來 這個 打開 進來 好 那你就按 我了解 有沒有上面選好了 有一個提交結果 你如果確定了 就要把它送出 這樣就可以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各位 因為做影片也好 做動畫也好 需不需要一些素材 那這些素材 主要會有幾個 第一個 就是圖片嘛 那 各位 這個應該是大家生活中最常用的格式 對不對 JPEG 你數位相機 你的手機 幾乎拍下來都是這種的 那 這個格式 到底它壓縮技術的原理 你了不了解 各位 可以看看啾啾鞋嗎 各位有看過啾啾鞋嗎 最近YouTube很紅啊 哈哈哈哈 就網紅很多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在台灣裡面這種 重視所謂的這個 影音內容的 現在不是只有那個搞笑的那一種的 大家要求要怎麼樣 越來越有多元 要有知識性 對不對 那科普類的 真的比較少啦 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那JUJU也算是最近這一兩年突起的 那另外呢 他剛好也有講到一個GIF的動畫 所以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那我們呢 真正現在其實比較常用的 除了這兩個以外 事實上 比較常用會是下面這兩個 就是PNG跟SVG 那這兩個呢 JUJU也沒講嘛 哈哈哈哈 沒關係 我們就去維基百科看一看 因為呢 現在的網頁 叫做HTML5 對不對 好 那這兩個格式就是 目前網路上的什麼 標準的點證圖跟向量圖的格式 好 這個非常重要 是因為這兩個都可以去背 也就可以帶透明度 那我們 JPEG 跟什麼 GIF 很抱歉 不能做透明 不能做的 GIF 可以一個顏色透明 但是效果不好 JPEG 完全沒有 好 完全沒有 所以說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說您真的會有機會用到現在是PNG跟SVG 好 所以您這個就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好 那我就先讓各位先填寫一下囉 好 來 第一個就可以了 現在大家回答的差不多的齁 那剛剛白板這邊 呃 剛剛同學問到就是這個有沒有 OneNote的全線齁 我會繼續開放啦齁 你就回去之後你要用就繼續用 那您要看一下 我怎麼知道各位看得到的 你就按一下您的進度這裡 我有開放齁 所以點進去 我們就可以馬上看到哪些同學有沒有回答 有沒有 好 那再來呢 我們點上面這裡 我就可以知道同學的答案是怎麼樣 好 果然符合預期 現在民主制度就是這樣子啊 講最多的人有沒有 不見得是對的嘛 所以這個好 Out 淘汰出局 好 那再來呢 第二多的也通常不會是對的嘛 所以民主制度就這樣了 所以以後不要用投票暴力好嗎 對不對齁 好 有時候對的就是那麼少數有先知的人在那裡而已 哈哈哈 不能老是都用投票的啊 好 來開玩笑 但是呢 在這邊你可以 不要往下看了嘛 在往下看就知道是誰打什麼啦 哈哈哈 你們都看得到齁 那重點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這個的品質 這個品質 雖然各位常常在看 但是呢 我們從這裡開始 這個是高度 這個是320x240 就是大概是我們一般VCD的品質 VCD是352240 好 352240 再來 640x360 好 640x360 這個大概就是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網頁上有沒有 有些不是把影片就砍在那個網頁裡面嗎 大概是這個或小一點點這樣子 好 那上去的話就是720x480 好 也就是一般我們講 DVD的品質 那麼只要是720以上 各位應該都有發現 有沒有後面都有一個HD 對不對 表示高畫質 這是1280x720 那麼再上去有沒有 有1080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1920x1080 也是目前大多數電腦的解析度 好 電腦解析度 再上去還有沒有 有 2k 4k 8k 最高減到8k 好 所以你看到這就是高度 那你在16比9再反推回去 就知道那個 寬度是多少 這樣有了解的齁 好 這是第一個 給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因為你要做影片嘛 要不要了解一下影片的規格 要 因為如果你做的不是標準的影片 你在YouTube上 或者一些影音平台上播 你就會發現 可能是旁邊或上下會有什麼 黑色的 就比較不能夠滿版 因為它一滿版 就非等比例啊 對不對 非等比例的話 你的影像是不是就有變形 所以它會依照你原來的比例 這是第一個 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至於說1080其實後面還有玄機 因為有P跟有I 有什麼不一樣 啾啾寫有假 你就去看一下 你就知道說原來 現在 一樣是1080 差一點點 還真的不是肯德基 好嗎 不一樣喔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跟各位介紹的是這個 因為呢 我們今天除了單機版 有介紹一個單機版的軟體 然後呢 其他會有一些什麼 就是那個雲端的服務 雲端的服務 那雲端的服務 各位應該就知道 要不要註冊帳號 要 那你應該知道 你每次都很認真天嘛 你每次都用真的嗎 蛤 用真的 你收到的這信也是應該的嘛 那你要怪誰 對不對 你不能老是都用真實身份去嘛 所以呢 這個關鍵字 你就試看看 Google一下 有沒有就有很多 凡事皆可拋嘛 不是嗎 好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 我是最常用這個10分鐘的 但是我們現場 因為同學比較多喔 所以如果大家都用10分鐘的 也許有些人會進不去 他大概一次好像20幾個 20個到20幾個左右 如果你進不去 你就有其他選擇嘛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先用一個給你看喔 點進去 就會產生一個 有沒有產生一個信箱呢 那你收發信件 就請你在這個頁面收發就好 有沒有看到 就在這邊收發 所以待會呢 如果他有要求 除了寄信給你 還要啟用的那一種 你應該知道怎麼樣的吧 如果你不是真心的 你就用這個關鍵字 如果你是真心的 你就填你自己的信箱 就是說你已經決定我要用了嘛 那當然你可以用你的信箱 如果你覺得你不要深入險境 先派 有沒有 先派你的小弟 先去那邊 臥底一下 先玩一下 再來 好 那你就用這一種的 那萬一10分鐘都還沒收到呢 你就跟他講 神啊 再給我10分鐘嘛 因為還沒收到信啊 這樣可以啦喔 所以這個是先打預防針 為什麼 因為 不可否認的 現在有很多 服務就是一定要註冊以外 就是會要啟用信件 這樣還算好的喔 你說是APP的 有沒有更多你的個資 出去在外面 有 因為是你的行動電話嘛 對不對 我們這種雲端服務用信箱的 基本上還算 還算好的啦 就個資洩漏的不算太多的 不算太多 有些APP不是會要求很多 那這權限嗎 你們在安裝的時候沒有注意到嗎 應該都有吧 有些 每一個都要喔 你的聯絡人 通話記錄 什麼通話都要 但是事實上有些是真的不需要給那麼多 那這個就看你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先利用這個機會 先讓大家暖身一下 先知道 你要進入真正課程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事項 好 謝謝大家 再見囉 大家好 hayır Surprisingly 大家好 各位 Jong 從 報仇看 收聽到嗎 報仇看 我們要注意到 報仇看